这鲜的带鱼怎么来啊 30 生活在北方 带鱼是不可缺少的餐桌美食 但基本都是红烧为主 曾经去浙江 见过刚捕捞上来的带鱼 饮料的表面如同电镀一般 也就是在当地 吃到了让我无法忘记的美味 清蒸带鱼 那种鲜是其他鱼所代替不了的 在北京基本买不到 这种新鲜的带鱼 难得在市场碰到还不错的冰鲜带鱼 肯定要买点 做一份清蒸 回味下曾经的味道 这种新鲜的带鱼 只用去掉内脏和腹部的黑膜 洗净改刀装盘 淋一点黄酒 摆一些葱姜丝 水开后上大火蒸6-8分钟就好 具体时间根据火力而定 蒸好的带鱼 捡去葱姜 将汤汁倒入干净的锅里 而蒸带鱼必须要有的就是猪油 不但能让这个鲜香更加的浓郁 也会让口感更滑嫩 一点猪油再放点葱姜丝和生抽 烧开后浇在鱼上就做好了 不常见的新鲜 不常吃的美味 让味蕾陶醉于此 舒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